今年7月开始大马机场控股公司开始向从我国要飞往东盟国家以外的乘客 征收了73令吉的乘客服务费 那这项简称叫做PSC的费用其实并不是政府的税收哦 而是乘客他在购买机票的时候 由航空公司帮机场控股公司代收的一笔钱 然后再由机场控股公司用来补贴国内其他不赚钱的机场 那当时呢亚航是马上抗议了 因为呢原本只要50令吉的乘客服务费瞬间调高了23令吉 就严重影响他们作为廉价航空的定位 再加上KLIA2的机场设施跟KLIA是不同等级的 不应该把两个机场的乘客服务费调成一样 那最后这件事呢还被亚航带上了法庭 同时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决定呢要检讨乘客服务费的数额 那今天的交通部长陆兆福就已经宣布内阁的最新决定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早上在部城召开记者会宣布 内阁在考量旅游业发展之后决定 把KLIA2和国内机场的非东盟航班的乘客服务费 下调至50令吉 从10月1号开始生效 而KLIA的乘客服务费则维持73令吉 那那些早就订好10月1号之后飞机票的乘客不就亏本了吗 陆兆福说民众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退费 陆兆福强调调调机场控股和亚航之间的争议没有关系 而降低乘客服务费只是第一步 交通部之后还会继续研究 要按照不同机场的设施 向乘客征收不同价格的乘客服务费